离婚了是不是就能找到更好的男人了呢? 不能,因为你离婚的原因和目的都是错的 你离婚的原因是你现在的老公不够好 离婚的目的呢,是想找个更好的 这里面有一个误区是 你别老用好坏区分男人 男人只有适不适合你的 而没有什么好坏的 你要知道,别人家好的老公都是被引导教育调教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合和经营 所以如果你想直接找一个特别好的 完全和你意义的男人 这种人可能啊存在 但是你遇到的可能性可能是百万分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 婚不能离就别离 因为大部分的婚姻问题都是有方法解决的 但是很多人真的是自己懒 或者总是找不到适合的或者合适的方法 或者干脆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概念 久而久之呢问题就越积累越多 最后会把婚姻问题都归结于 这个人错了,这个人不行 或者我自己这一次倒霉了 我换一个人就行了 这样的婚姻观只会让你越过越差 我们做了上万个婚姻家庭咨询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大部分的婚姻出现问题就是日常经营不当 没有两性相处技巧造成的 任何一种人际关系 无论是和同事的朋友的父母的 还有孩子的包括伴侣的相处 没有人天生就会人际关系 都是需要学习的 而且很多人面临的冷战呀 没爱了 甚至一方出轨了 这都是个结果而已 但是大部分人却认为这就是原因 或者简单规矩于人性就是如此 太轻率了 无知了 想要婚姻好 首先你得知道该怎么样和异性相处 虽然你们结婚了 但是领证只是起步不是终点 其次呢 如果发生矛盾你一定要知道你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然后对症下药 哪怕分析到最后发现确实是这个人不行 必须得离 那你也得从这段婚姻中学会经营 学会分辨 不然你换到谁都还用老方法 老模式和人家相处 最后呢 你只能得到一个和以前一样的结果 学习婚姻经营 不是为了别人 只是为了你自己 不过 让你家相处 对 我都对 帮兽 帮兽 这儿 对